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仙 最近我看到牌位和巅峰的胜率版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 后裔作为发育录限霸之一 巅峰赛胜率高达52.28% 排名第二 牌位胜率却仅有49.97 呈二流射手趋势 那么后裔的英雄强度 现今到底如何呢 这会给许多玩家带来困惑 那自2020年以来 要论节奏变化最大的射手 后裔必是其一 1月16日 后裔削弱了每层被动 2%的攻速收益 同时下调了狂暴5%的吸血比例 重创当时席卷峡谷的狂暴后裔流 那3月17日 后裔两次削弱 基础攻击和成长收益同步下调 被动攻速收益再次降低至5% 一技能伤害收益在初期大打折扣 至此啊 3月中旬修改前啊 我们只能称它为潜意 经此改动后 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裔 两者的实力啊 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啊 各有先后 反映到各个分段对局中啊 高手潜意啊 稳健发育 装备成型出山 大杀四方 而萌新后裔啊 剑人就A 版本修改与我无关 结果就被阿里加罗余姬等当提款机 排位和巅峰赛的胜率差异之大 并不能说明这个英雄设计有问题 那相反啊 这名英雄能登上胜率第二的宝座 恰巧说明了他设计没有问题 建议大家把大先 我想玩后裔打在公屏上 说回射手的胜率啊 一直被玩家吹捕的公孙马啊 就算在巅峰赛 也仅有孙然枪 能够继身前五七队中 那能够同时领跑排位 巅峰两大榜单的射手 还要数成吉思涵 加罗和黄忠 通过对比你会发现 这三兄妹 无论是登场率还是胜率 在双榜榜单中都处于高位 对线能力强 攻击射成员 打团爆发高 都是这三狠人的表象特点 内在最关键的 还是操作简单好上手 玩家不需要太多的练习成本 就能线上顺利发育 打团高效有用 实战中也能抽出精力 琢磨琢磨对线技巧 就算是个新手玩家 玩几局下来 也能打出不错的对局效果 那这三兄妹 如果细品一下 我认为黄忠还是更为全面一些 最近我在实战中 也对黄忠的玩法有所感悟 顺便与大家分享一下 那黄忠是线版本 抗压能力最强的射手之一 原因就在他的大招身上 超常规射手的攻击距离 能让黄忠在很安全的地方 清兵线 那即使是对线期 到了四级之后 搭配速击之枪开大清兵 要是谁敢杀杀欢 就让你看看六倍精准 是不是真的 开大清兵这个细节 有别于上前普攻的 常规清兵方式 请同学们务必做好笔记 大家只要注意 下路对线时 这个石柱与边草的直线距离之间 都是你开大清线的完美位置 那上路也是如此 以石柱与边草的线 作为开大清兵的位置 最佳 攻守兼备 敌人乖乖看着你清完兵线 收起你的小炮台 转身洋洋得意的刷小野 美滋滋 那这也是给他聊黄忠时 落下的一个重点 不告诉大家 我问心有愧 好了 那么本期的射手强度 就给大家分析到这了 小鲁班最近也在体验服 不断增强 你认为他有望成为T1英雄吗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张仙 我们下期再见